首先把头发三七分 头发多的这边呢 中间取出来一缕头发 给它分成三股 然后每当进来头发的时候呢 给它加一小柳 进来合成一股 再编正常的三股变 另外一边也是 每当进来头发 加一柳 给它合成一股 再编正常的三股变 一直这样重复的手法 继续编 没学会的 仔细多看几遍 这个加了四柳 就是三加二编法 然后再往下呢 就给它编成三加一 头顶呢 给它一柳一柳的揪蓬松 然后扎一个高马尾 扭成一个丸子头 加不上的头发 跟这柳头发呢 用卡子固定起来 就可以了 从正面能看到的蝴蝶结 才实现脸小永远的审吧 充满约会这样扎 第一种甜美可爱 低碗字头 第二种 拥揽蓬松低马尾 扎个低马尾 太显老 短发劈头散发太热了 今天教你一款 短发显发量多的高马尾 头发中分 左右取一缕头发 皮筋固定 回手套过来 再把后面头发 扎个高高的马尾辫 用手梳 这样显得蓬松 皮筋固定 头顶两缕头发 交叉绑在马尾辫 缠两圈 皮筋固定 简单百搭高马尾 长发短发都适合的发型哦 不要再披头散发了 夏天的发师来喽 我多应晚风作咒 但一生之情如花 我希望最初是你 后来是你 最终也是你 我不爱你 谁爱你 我能不能再披头发 我好手 还有一辈子 脚 heart 我希望你还能完成 咖啡 夏天穿短袖 就扎王心凌同款高马尾 简明还不热 想陪你不止一天 多一点 让我心甘情绝爱你